所以希望大家在上個禮拜練習的基礎精心 都已經可以讓自己就是比較快的 進入安穩跟平靜的方式的狀態 那這個禮拜我們需要練習比較深的精進 所以這個禮拜我想帶大家一起回到 比較基本的 我們人最基本有的能力 但是我們已經喪失很久的能力 那就是愛 我不知道大家以為愛是什麼 那我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愛也很難定義它 它很難被定義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與生俱 我們生下來就有的能力 就像你會呼吸一樣 你不太會去解釋呼吸在提示什麼 或者是生死 它其實就是愛就是我們本身本來就有的一個能力 就像你 你不太會去解釋呼吸 蛤 你說可以了 好 那 欸對了 欸那上個禮拜練習的東西你還好嗎 嗯 有什麼問題 很好 下課再問你 好 好那我們先密服掉 我們先來討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個禮拜的句子 對 好所以剛剛講到愛 嗯 所以你比如說你會呼吸 你並不會因為喔 只要有完美的空氣我才要呼吸 你不會有這個條件 所以你不管在哪裡你都需要呼吸 你在很乾淨的森林裡面 或者是 咸咸海風的海邊 你都需要呼吸 或者是你在 就算你今天 經過 大家都有去過孤立海邊 經過垃圾場的海邊 你也會需要呼吸 你不會因為 呼吸一定要有什麼樣乾淨的條件 你才要呼吸 所以不管怎麼樣你都會呼吸 愛也是一樣 所以今天愛也不應該會有條件 你才要愛 所以愛是我們基本的本質 那我們身體的食物是糧食 那愛是靈魂的食物 所以當你失去了愛的能力 或者是你上次了什麼 你去愛的話 那表示你的靈魂其實餓了很久 對 好那回到 回到愛 那我們要怎麼樣找回愛的方式 其實我們本來生下來就有 愛的能力 那為什麼我們後來越長大就越沒有了 其實可能跟我們的養育方式也有關係 我們是怎麼長大的 我們的父母或者是我們的學校老師 在教導我們的時候常常有條件交換 比如說小時候的時候大家都會有經歷過 好寶寶印章或好寶寶貼紙 你要乖乖的表現好 不吵不鬧 你就會給哈羅瓜貼紙 如果吵吵鬧鬧的 然後大人病的定義沒有被遵守的時候你就會被沒收 哈羅瓜貼紙 所以我們從小就會有這樣子的成長環境 你慢慢的就會失去愛這個能力 你就會改變成比較銀河 比較討好 甚至是有條件的交換 甚至是操控 占有 嫉妒 這些都會 慢慢的讓你 在付出愛的時候 讓它變成是有條件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禮拜的主題就是我們能不能移除這些障礙 好讓我們回復我們原本就有的愛的能力 讓它晃醒 讓它更純粹 讓它沒有條件 那愛需要再 那愛需要怎麼樣養大它 或者是讓它成長的更好 它其實也是需要一個有 比較有 比較好一點的環境 比較好一點的環境 你需要充滿感謝 然後你需要付出 而且是沒有條件的付出 那先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 你本來就有愛的能力 你本身 就是愛 所以我們今天的進行主題是讓你 覺察到你自己 跟你自己原本的愛連結 所以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先好好把身體 毛巾 都安住下來 運用你上個禮拜練習的呼吸進行基礎 請用呼吸慢慢的將你的身體 帶回到現在 感覺到你的身體要越放鬆 從你的頭到你的上去 感覺到你的呼吸 越來越深沉跟平穩 帶著你的身體 帶著你的身體 一起放鬆 感覺到你的呼吸 越來越深沉跟流暢 閉上眼睛 往內關照給自己 好 我們會試著連上我們愛的能力 你就是愛 可以試著先跟自己 在心裡說一聲 過不齊 有人忘你 你也謝謝你 我愛你 所以在今天的進行練習 找回自己 連絕愛 請讓這份愛 我安全的獻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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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把時間留給你 再十五分鐘 好好的 愛自己 我會幫你留意時間 再次我們回家回來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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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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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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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開心 所以 謝謝大家和我們在一起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想分享 沒有 好哦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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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我聊一下嗎 我覺得聽你講的話 很感動 對就是包括 最愛的這個概念 然後還有後面 你說的 就是清除障礙這些東西 不孤單這些事情 因為我一直 長久以來我都 找不到跟我價值觀很接近的人 尤其我我進入衝浪之後 我就可以我就是 因為衝浪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活動 對 他改改變我很多 可是 我之前有接觸一些 做做那種公益事情的東西 然後 他對我的就是 我不曉得的 就是像像像 柯文在講政策價值 我覺得每個人的所有行為 他都都會發落他的價值觀 可是 可是當你在做公益的時候 你覺得每一件事情 都要符合公眾 就是群眾的利益的時候 其實你遇到的每一個個人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他自己 所以很多東西是包裝過後的 所以我一直找不到 我一直想 常常想要出國去 或是想要遠離 常常想要去找一群 就是跟我價值觀 就是 一樣的人 而不是在那邊 逆流而上 你不可能一直去抗爭 所以 你當你講到那個時候 都快要掉眼 就會覺得快要掉眼 好 這些其實真的都是很單純的事啊 可是 我覺得人啊 人 活在這件事情上 可能為了求生存 或者是他其實沒有 環境好好學的 怎麼把這個能力 好好的使用 或是純粹的使用 然後就變成最後都會加了 比較多 比較多 嗯 不好的事 不好的情況進來 所以像很多 這些都是操控啊 所以已經讓這些 這個能力 愛這個能力都不單純了 然後可是他還是會打得 很像騙子 很像就是 還是打個功率的 這事實跟那個是相反的 對對對 就是做的是 其實是互相抵抗的 可是你要了解的是 我以前也會覺得 我以前會對這些事情也很批評 但是 我現在不會因為 因為反而是這些事情 讓我去比較 跟外在我反回來看我自己 對 因為我覺得注意力就是 你怎麼會一直在別人身上 應該是 對 花在自己的身上 不是說要自私 對啊 只是你要把你自己先整理好 沒錯 這只有好一個價值 你才在去跟外界 對啊 對 然後 其實衝浪對我也改變很多 就是改變很多 關於放下控制的 這幾個quality 所以 我覺得我最近 我這陣子 這幾年了 我比較多的練習是 我怎麼樣可以包容 跟尊重 跟同力 更多那些 我本來很難接受的情況跟原因 其實 我後來的另外一個角度是 也許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真的不知道 他們只是 這樣長大的 或者是 這樣生活很久了 他們可能真的都沒有那個覺知 沒有那個aware 發現 他們自己其實 他們自己其實 在操控 或者是他們自己其實 嗯 是在替代 所以 我漸漸的在釋放這個部分 就是 我可不可以 更同理別人 他們其實真的不了解 然後 我能做 我做我能做 對 那就慢慢 我覺得慢慢這些東西 可以啦 會回到越來越純粹 因為其實你的實相 也是你create 啊 對 對啊 對啊 所以 所以就像你說的 你得把你自己 先按住好 先穩定好 然後先找回那個 比較純粹的自己 你的實相 就會跟你連接 嗯 可是我也還是 你講的很好 可是我還是沒有懂 一個事情 就是 像我們接受的那些教育 呃 就是它也是一個社會的規則 你要誠實啊 你要愛別人啊 你要這些所有的目標 啊 我今天是比較逃避 我說我 我反悔我自己 可是我反悔我自己 可是我其實還是沒有辦法認同那些 不這麼這樣子做的價值觀的人 因為我 我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我看得出來 他有時候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決定怎麼做 所以我還沒有尋求到那個 你到底要怎麼看自己或個人 或是不 不與自貧這件事情 對啊 嗯 嗯 我的方式是 我會問我 我會檢視我自己 我有沒有在那個時候做一個 我不會後悔 而且最好的決定 嗯 例如說 例如說 我願意 我願意不願意給他這份同力 嗯 尊重他 他也是在那個時候做了他知道的最好的決定 即使我認為他做的不好 嗯 對 那 如果你可以給你自己這個 Benefit adult 我相信你也可以 你也會願意給別人這個 Benefit adult 什麼是Benefit adult Benefit adult就是 就是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我覺得我們相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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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盡量同理他跟 他可能 他可能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 在講什麼 對 雖然我們覺得不可能啊 我們也是敏感的人 我也可以感覺到 我覺得也一定不是 但他 你要了解的是他 他一個人都是這樣長大的時候 比如說他的父母就是要跟他挑戰交換 我 你要這樣子我才會愛你 對不對 但雖然他們一直在說我愛你 可是 很多父母其實沒有 他沒有真正的愛你 對 他不是真正的愛你 我不是說他們的愛不好 我得一直說他們變成一種交換 就是 你今天要這樣乖乖的 你今天要這樣子 我我才愛你 那你當你從小這樣長大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覺察到 這不是愛啊 你根本不會覺察到 這個叫做有條件的愛 可是有條件的愛不是愛 愛本身沒有條件 嗯 很很很 就這樣子品質的很小 存在 對對 所以你要了解的是 我們每一個人喔 其實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印象長大的 因為我們的父母根本已經不知道 嗯 或者是他們已經失去純粹 跟五條件的愛是什麼 嗯 對 我聽得懂 對 但是我覺得這要練習啊 就是你可以深刻在生活裡面去練習看看 然後慢慢 慢慢給自己這些寬容跟包容 嗯 然後這些寬容跟包容也可以 慢慢被給出去 嗯 謝謝 比較容易放下 我聽聽得懂 可是需要一點時間笑話 對不對 對 很好喔 嗯 好喔 謝謝 那我們 我們就今天先談到這邊 對 還好我不好 還有我不好意思說 我昨天想說要再睡前 弄一下 今天要做什麼 所以那個進行我還沒做 我就躺在椅子上面睡著了 所以我剛剛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回答不出來 所以我說 沒關係 再告訴我 沒關係 沒關係 其實每天的身體 真的狀態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試試看 欸感覺一下今天身體 經歷的情況 然後經歷的狀態 你們就接受它就好 我們每一天 每一個時候都可以再重新開始 好 謝謝你 不會 Have a good day 好喔 You too 掰掰